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本来我要跟大家找一个警察 但是因为现在天气实在太热了 加上我的杂事情很多 我匆匆忙忙跑到办公室 然后跟大家做一期节目 虽然呢 我到了摄影棚 但是呢 没有时间呢 让导播来安排了 一个是 设计的系统比较多 需要调试啊 然后需要加资料啊 而且我讲的东西有时候是 信口开火 随性而为 所以准备资料可能反而来不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导播啊 在辞职新的这个系统 我们在做一套就是 就是为了比较更方便 用专业的设备 但是呢 进行直播的这种 系统 如果这个系统 当然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说 设备要裁实一下 那么使我们为了就是 报道更多的会议 更多的展览 更多的现场的场面的时候呢 用专业的系统传播出去 而不是我这样用一个手机制作的一些节目 那么所以他们还在这个调试中间 也有呢 这个网友不断的跟我提意见 说你每天涉及到那么多人物 涉及到那么多的事件 有时候用你的口音又是那么的隆重 大家听不到清楚 你涉及的人物太多了 那么呢 能不能把名字写出来 能不能把资料展示出来 这个我尽力而为 因为我呢 不是一个专制的节目主持人 我的主要的工作还是要管理公司 虽然公司管理不是那么复杂 我们的同事比较自觉 而且整个系统运作也比较灵活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但是毕竟你需要 有些事情要去调节 而且我还要见很多人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 本地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专家 或者是学者等等等等 所以总之我做节目的时候 讲老实话是非常的紧张 随便找一个地方赶紧做完 然后上船就走了 然后可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这样的话 我有时候还要找一个好的场景 给大家展示看 其实也反映了我的工作繁忙的程度 但是我尽量地为了在这个节目中间 能够把一些照片或者资料 给补到后面去 让大家熟悉 和知道大概的名字和他的职务 那么今天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已经有网友给我提供了一些意见 提供了很多资料 其中就提到了在曾庆红10号 他们的官员之间的异地调动的情况 当时作为异地调动呢 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 一个就是 但在中共的角度来讲两个考虑 一个就是希望官员能够有更前面的锻炼 有更前面的管理的经验 而不是居住在某个地区 或者是某个系统里面 培养比较有更多管理能力的干部考虑 另外就是要防止所谓的腐败 中共就是为了防止腐败 挖门鞋都走了很多 就是不走正道 就是不愿意司法独立 就是不让官员得到监督 真正的大众的监督和媒体的监督 就是把异地对调变成他们的一个手段 实际上异地对调 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腐败一点的不比在一个地方来的少 情况反而更严重 因为他会 一个官员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人身地不熟 他为了施政 他就一定把原来的很多关系带过去 官员他带不过去商人他可以带过去 这样的话就把腐败就带过去了 比如说 北京的市委书记 家庆林 天津的河南的省委书记 罗展公 当时他们就把一个商人给带过去了 叫黄什么 我们早一段时间还专门讲了他 附近的一个商人 地产商 大家都知道吗 对吧 就是这个 异地对调也经常查出很多官员出来 对吧 去你嘛 查出了天津市的 这个 代理书记天津市的市长黄兴国 那他就是异地对调的 当时夏宝龙是天津当副市长 常务副市长 黄兴国是在浙江原来就把他对调过去了 对调过去了 要黄兴国把浙江的关系先帮过去了 最后面 也是因为腐败下台 因为夏宝龙他当然是另外一个原因 他没有升上去 他在浙江实在是胡作非为太厉害 对吧 搞了一个非和无比的G20的这么一个会议 好像天地下 全世界中国就是要搞这个东西了 好像开G20会议啊 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你看人家在汉堡开一个会议 把德国搞得乱七八糟吗 把汉堡搞得乱七八糟吗 没什么 因为他们这种高峰会议整天开来开去 开来开去 这个只有中国 哎哟真是 还有一个残酷的镇压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 这个极其名分很大 黄兴国 这个夏宝龙最近没有升上去 他们是异地调整的一个例子 当然这个网友提供了 当时因为我讲到了黄宏明嘛 讲到了这个蔡奇嘛 那么他就提到了当时对调的这个情况 我当然知道 因为这个黄宏明啊 他是在农烟的一个地区 当时是农烟地区的行使 均匀的一个秘书 然后慢慢就升上来升上 货民员长啊 办公厅主任啊 然后跑到一个县里面去当了一个县委书教师县长 那个县叫阮定县 阮定县 阮定县 然后我们知道在河北 有一个河北的河叫阮定河 而习近平的那个县叫正定县 他们都有一个定 这个名字不错 远定 远安 正定 这是中国人喜欢去地方的小名字的时候 比较用的这个名字 那么到了后来 黄宏明当了农烟市的市长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跟这个福州市的市长 叫缘保祥 缘保祥 应该是缘保祥 缘保祥进行对调 缘保祥就到了这个福建 然后 翠奇 翠奇我讲过嘛 它是陈里亦的这个大秘书 那么陈里亦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这个 翠奇没有 这个大秘书二号守中没有欺负习近平 所以后来就特别的重用 那么当时候 翠奇是在3名市当市长 然后跟浙江 我今天早上讲了半天 说台州之前有一个什么事 记不起来了 就是渠州市 现在记起来了 渠州市的市长叫爷济阁 革命的阁 进行对调 对调好了以后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爷济阁和这个 袁宝祥 对 袁宝祥 袁宝祥 那么这个 两位就是后来捞了一个护身机 就退去拉倒 因为那个时候习近平已经离开福建了 福建后来没有人物升起来 当时本来中央派那些人过去 后来出了问题 有的生病死了 有的后来没有升上去 那么到了 所以他们也就只好如此了 这一讲就碰了习主席 习近平在那当省长 当省委书记 本来蔡奇就跟他关系不错 本来黄宏明 跟这个习近平关系就不错 所以学长全高 但是没想到后来 掉到北京去以后 黄宏明是先进了 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产务副部长 好像这个 这个先起飞了一下 结果呢 这个宣传部 他日子不是那么好过 一个呢 他不懂 他不懂 他不懂这个宣传系统 第二个呢 就是宣传系统两个大佬 他根本搞不定 一个是刘继宝 一个是刘云三 两个 两流给他老是一些陷阱 所以后来有一些事情出了事 出了事 认为怎么干得这么蠢呢 查了半天是黄宏明亲自 所以我早就跟黄宏明纪念过 我公开在节目里面就讲 你赶紧找一个地方去换嘛 对不对 上海北京 可以嘛 现在看就不行了 对吧 北京现在被蔡奇 蔡奇本来 上省都比较晚 现在反过来 现在成为了北京市委书记 那肯定是为了大升啊 还有机会大升啊 政治主委员 没问题 对不对 弄得好 跟之前的一些北京市委书记一样的 成为常委啊 对吧 而黄宏明现在在北京 这个宣传不怎么办呢 对不对 刘继宝 退不退啊 刘继宝 让不让位子 即使是当一个宣传部长啊 对于他讲也是一个未必合适的地方 因为他更擅长于地方管理经验 所以应该发挥所长啊 现在北京出不了了 上海似乎也出不了了 因为有了应用 那么 广东省委书记 曾经市委书记也是一个好位子 对吧 也至少比你在中宣部待得好 但是这个东西也许不是黄宏明自己能够左右的了 对吧 但是不过回过头来就讲到其中就是 在浙江这一次上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宣传局的局长 当过宣传部的副部长 对吧 跟这个这个 这个蔡奇一样的 当时候啊 不但跟习近平呢 关系不错啊 是习近平的下属 而且跟习近平的富人 这个彭丽媛呢 关系啊 混得很好 所以你看这个 彭丽媛经常去浙江表演 其中去渠州那个地方 就去了两到三次表演 你去想想彭丽媛这么有名的一个 一个明星军人跑到渠州去 但是完全跟蔡奇特的举政有关系 那在后面张罗和打点的 还有一个人物 就是徐令义 所以徐令义这一次去中纪委 他本来是中纪委的嘛 这不是原来是中纪委 这个 到中办的这个冀警所的组长 一方面是为了清理这个 当时候令计划的这帮 这个 这个 遗留的问题 另外一个也是为了 监督好自己嘛 我在节目里面讲的 都是 都是自己人嘛 那不仅是 栗战书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曾绍军啊 浙江上去的嘛 还有这个 曾绍军好像是浙江新游 什么什么地方上去的 还有一个是 呃 就是现在的 这个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嘛 叫丁薛强嘛 丁薛强 对吧 所以 所以自己见到自己比较方便嘛 当然现在 十九代要开了 必须要赶紧的 要进入更高一个层次 所以他进了中纪委 就是有可能是担任秘书长 当然这个职务现在还没有宣布 但是从主席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 这个 许令义确实是地位上升了 中纪委副书记 中纪委常委 甚至就是说他真的是担任这个秘书长 是完全可能的 完全可能的 那我在节目里面就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物 我当时就讲了呢 假如真像我们的退友 就是我的退友所讲的 现在的中纪委的秘书长 有一个细节性的错误 我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他们在湖北就有垫垫的这种关系 或者说他们在湖北就彼此知道 那么这样的话 造成了后来 吴光正对这个吴定户的信任 那我们的退友就不干了 我们这个退友说 我很熟悉这个中纪委的情况 你讲的 细节上有问题 他要我认真准备 我没办法认真准备 我没有时间 但他讲的确实很对啊 就是吴定户 吴光正还在山东 还是在江西的时候 之前在江西 就是已经进入了审计署 在审计署当一个纪金组的组长 中纪委纪金组的组长 那么吴光正在山东省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的时候 吴定户就已经是中纪委的常委 秘书长 应该是不是常委吧 我是不是讲错了 应该是秘书长 也就是说吴定户比吴光正还要早一点进入中纪委 这个网友讲得非常正确 我在这个地方表述的不清楚 或者是表述的错误造成了这种误解 我应该准确地讲是他们在湖北 所奠定的这种老的关系 因为吴光正是从湖北出来的 武汉出来的 那么吴定户也是湖北出来的 彼此都是知道 因为吴光正当时是湖北的一个政治新星嘛 政治明星嘛 但是呢 而不是说吴光正 到了中纪委把吴定户从湖北调上去 所以我们这个网友批评我批评得很正确 我再次做出检讨 重新纠正我的这种说法 但是吴光正确实对吴定户有高度的信任 高度的信任 所以照着后来吴定户本人不断地被举报 本人不断地出英文的很多问题 吴光正都是成为了很重要的保护伞 吴光正去吴定户去保监会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案子 就是新华人寿 光国亮 新华人寿的光光亮 他也扯到前国共商联的副主席张宏伟 也扯到了那个时候 扯到傅政华 也扯到这个王兆国 王兆国和傅政华是 这个河北唐山的老乡 这种老乡啊 也是 所以 这个傅政华上升了 这个王兆国也是一个推手 那么这些案子里面呢 然后通过傅政华 通过这个王兆国 又介绍了很多这种关系 后国强的家族引进进来 进入这个保险啊 人寿这个系统 这个都是跟瓜哥互相采在一起 吴定户的这个案子 到后面 跟新华人寿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 因为当时候的处理这个案子 是北京市政华系统 北京市政华系统 那么 杨小超 会不会按照 这个 吴定户的模式 由中纪委的秘书长 来升为 来调升为 这个保健会的主席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还没有正式任命嘛 对吧 我们实际上是按照这个 这个 可能性 来进行推理和分析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当时候象征部下台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讲了保健会的主席 是继承人 就是继扬人 就没有讲到是杨小超 讲的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叫周莫斌 周莫斌呢 跟那个象征部好像是一样的 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么都是1957年生 而且都是人民大学的校友 好像还真是都是成亲人 三个一 但是呢就是三个一致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后来是周莫斌没有升上去 没有升上去 不知道 周莫斌还是杨小涛 最终谁当保健会主席啊 还要看这个 这个中共的公布 我这是做一些议论 不过周莫斌 这个事情比较有趣的 还值得分析是什么呢 我之前讲的保健会不是有四个主席吗 现在三个主席 第一个是马文富 对吧 第二个是吴定富 第三个呢就是向正波 第四个现在不知道 对吧 那么如果第四个不论是周莫斌 还是杨小涛 都有两个蛮有趣的对比 假如是杨小涛 那就等于是中纪委 秘书长这个职务 好像是一个模式 接保健会主席 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吴定富 作为例子 假如是周莫斌去接保健会主席 那原因呢 另外一个例子 都是农业银行 因为马文富是农业银行出来的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向正波也是农业银行出来的 对不对 那现在你如果是周莫斌去 那你如果是农业银行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保健会接保健会主席 就两个系统在增 一个是农业系统 一个是中纪委系统 但是不管是农业系统 还是中纪委系统 那都是王岐山书记 玩了点的菜 都是跑不过去 因为现在是 他以前是经济沙皇 经营沙皇 经济系统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 除了他搞不定周小圈以外 他其他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 他基本上收落了温家宝 收落了朱英基 所留下的这些人 现在中纪委又是他更是沙皇 对吧 明镇一顺的中纪委书记 所以两个系统加在一起 王岐山 很厉害 所以今天的节目 这个节目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还会继续讲 请大家随时收看点点今天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